在抖音上,很多人都对摩登兄弟宁哥有着深刻的印象。 这位长相英俊帅气的小哥哥周围,总是有一群女粉丝,他总是带着耳脉,连着声卡翻唱这一首首流行歌曲,随着宁哥人气的增加,他在被邀请参加一些著名的综艺节目, 不天天向上当,不过有网友表示,这个人的长相酷似王俊凯,甚至是高配版的王俊凯,有着一米八的身高,不具特色的嗓音,而且颜值和王俊凯相比有获值无不及,那么到底他是什么来头,让他人气这么高涨,一时间翻开抖音全是他的视频。 其实,宁哥人名刘宇宁,是一名在《不爱不爱》上做直播的歌手,也是摩登兄弟乐队的主唱,2016年颇有名气,但他成为了一名演员,参演了几部口碑,还不错的网络电影《不秘密求尽》,《琴贼有得等》,随着抖音的《在国内普及》。 2018年年初,宁哥直播的视频在抖音上传播,翻唱的《讲真的》,《走马》等歌曲,成为了抖音爆款曲目。 2018年7月,宁哥被邀请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,并且登上了音乐类综艺节目《金曲老何大瓦·邓子奇》、薛之谦等人一起唱歌,他站在中间。 在节目中,观众第一次听到了宁哥卸下声卡后的声音,声音明显真实了,原来他的声音不需要声卡的修饰,都是挺有词性的,好听的让人接受不了,希望他能走下去。